原标题金星春晚要是遇上曹云金怎么办 岳云鹏的回答被网友称赞岳云鹏 可以说现在是很火的一位相声演员了 经常在热搜上看到在岳云鹏的相声现场上 他唱啥下面的观众都能接 尤其是在产探星水河的时候 一位观众叫了两句大代 可以说是很洗脑了之前 岳云鹏是因为五环之歌火的 但是最近又有一首甜词的歌火了 就是一回生二回书原曲是一首外国的歌曲 岳云鹏虽说一开始的经历还是很坎坷的 但是好在运气不算差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大姐 后来在某个节目上 岳云鹏还找到了这位大姐 还带他去德云社听了相声 后来又因为机缘巧合下结识了郭德纲 但是其实当时的岳云鹏在进入德云社 也是被大家欺负的 比如当时的何云伟 曹云金礼金等人 经常给他们端茶倒水的 还因为悟性比较差 被他们嫌弃让郭德纲别收岳云鹏当徒弟 但是郭德纲仍然是把岳云鹏留下了 慢慢的岳云鹏也找到了感觉像想学的 也是越来越的心应手 一首五环之歌 更是火遍大江南北 所以岳云鹏终于红了 不过火了之后的岳云鹏 并没有忘记郭德纲对他的恩情 他对待郭德纲一直都是很尊重的 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但是那两位曹云金和何云伟 就是忘恩负义了在之前的金星秀上 金星也是问了岳云鹏说 要是在春晚的时候 遇到了曹云金怎么办 郭德纲有没有说不准去什么的 岳云鹏的回答 也是让网友称赞 他说 他也问过师父郭德纲这个问题 要是遇到那个师兄怎么办 这两个字师兄 就让网友觉得岳云鹏的回答 真的是很有情商